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所以那時候我一直一直 然後我想說我當代藝術是不是應該 繪畫我應該是不是做一點什麼呢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就回去 閉關了三天 然後出來的時候哭了一場 假的 就是 我就覺得說 那究竟平面繪畫能做什麼 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到一個 你既然覺得我不能做什麼 那我就不做什麼 而且我把這種不能做什麼 把它放大 就是一種徒勞 我把我的作品勞工化 成一百倍這樣子 所以我就出現這個 這個作品我就把 因為在電腦時代 第二個是複製貼上很容易 就是你只要在電腦 Ctrl C,Ctrl V 你就可以 無限的一直 完全均值 沒有錯誤的 把它複製上去 然後剪歌之前有測一個 展覽叫Ctrl Z 回覆 幫你打歌 然後 我就開始做這個事情 然後 所以我就把人 我就先畫一個人 我不是畫在我的畫布上 我畫在 一張紙上然後把它刻下來 外框 外框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這個人 人看起來都一樣 我就把它 很笨的 很像白癡一樣的 就一格一格的描上去 描外框 然後再一格一格的把人 我希望把它畫一樣 可是 你知道既然是筆 跟顏料 還有我的人為的操縱 所以我每一次去調一次 即使我是一坨綠 可是我每次去調一下 它一定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遠遠看起來 所以那時候有人說 你這個是輸出海報嗎 為什麼人都長得一樣 我說不是 我就是在講 其實這個數位時代 造成的 給我們造成的傷害 就是 當你大量的複製出現的時候 你一直複製 一直複製 就是沒有感情嘛 那我就是用手工 有感情的方式去複製 告訴你我是多麼 在這個世界上 是多麼的徒勞 多麼的白費力氣 那這種白費力氣 我覺得久了 它會變成一種 修行 其實我畫我的作品 這個時候 其實有點像修行 就是 我逼著自己去畫 可是其實我很討厭 就是 我是一個充滿 喜歡充滿變數的藝術家 可是我把自己逼到一個 我要每天做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欸 就想跑五千 對不對 一開始你跑前面兩千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我要放棄我要放棄 可是到 到達那個精神性的時候 我覺得 我成佛了 可是我 我就覺得 蔡世王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就是看起來 就是這麼的放蕩不羈 然後 講話其實也神經神經 但是 他是小學老師欸 其實會蠻擔心那些小朋友 但是 我記得 但這個比較是在聊天 我記得為什麼他會有那個工作 是他有跟我描述 是因為 學生家長提供的嘛 對啊 那表示說他是一個好老師 就是他是一個 在學校應該是受歡迎 可能 在教學上有卓越貢獻的一個老師 但是我比較想談當然是 反而是說這個 這個反差 不單單是藝術家的個性 如果照我剛剛說的就是 其實他都真的在描繪體制 他剛剛其實也補充了很多 為什麼會進入這樣的狀態 但是 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很好奇 就是 既然你在白天已經是要當一個老師 其實是要符合體制的各種期待 可是 你好不容易自由 你在你的工作室裡面畫畫 應該可以畫完放蕩不羈 跟你現在這個造型比較像的一些東西 但是結果 卻不是 你反而在畫裡面其實是 呈現出一個高度自治戒律的一個狀態 那 當然我想這個 你等一下可以回答 那我想到一個例子 也許不是很 很直接的 其實在 在 某一個精神分解的理論家裡面 其實曾經說過一個講法 這個講法 其實我好像也用在你的評論裡面 他就是在描述說 究竟什麼樣的 就 他在描述 體制跟 破除體制之間的一種辯證的關係的時候 他說到 呃 一個小說裡面的故事 就是小說裡面出現了兩個軍官 一個軍官是 就是那種俄國小說 一個軍官是他天生就是貴族 他本來就是要當軍官的 那另外一個軍官是 從 很低階的士兵 還是怎樣慢慢的就 因為很努力 所以爬到一個軍官的位置 那他說這個 低階的這個軍官呢 因為他是努力 所以拼上來的 所以他對任何的規定跟法律 其實他都是一併遵守 是那種很代版的一個軍官 可是那個天生是軍官 天生是貴族 因此 就跑來軍官這個位置的人 他是一個不斷的在 在違法 就即使他很多的軍令在軍營裡面 應該怎樣不能怎樣 他其實通通都不把這件事情當一回事 然後那個精神分析的那個理論家 他就說了一句 他說究竟哪一個人才是真正享有權利 他說是這一個在體制內 而且恪守著體制給的各種規範的人 還是這個在體制內 可是卻不斷的輕忽 完全無視這個體制所給出的各種規範的人 其實答案很明顯的是那個貴族 就貴族雖然他具有一個體制性的身份 可是他其實完全無視這個體制裡面 給的各種的法律 那我覺得如果用這個模型 有一點變成性的模型 來看蔡世宏的作品 其實你反而是那個爬上來的軍官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拘謹的人 然後因為為什麼 我覺得其實他講的沒有錯 其實我媽其實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 所以從小看起來我好像是什麼都不管 可是其實我是都會遵守的人 我覺得這真的跟我原生家庭還有關係 我媽從小就是一個佛教徒 所以她吃素 我們當然是沒有 但是該遵守都要遵守 譬如說飯粒絕對要吃乾淨 所以我從小到大 我看起來是一個浪費的人 可是我不是 我已經飽了 可是我就是 我就是潛意識會把飯粒扒乾淨的人 然後菜我也全部吃完的人 你相信嗎 對對對 那時候我媽還逼我去短期出家 你知道在我們青春期的時候 就是 十二三歲 那時候頭髮 我們那時候是流行斜旁客 然後 然後我暑假就要把它裡光 然後穿袈裟這樣子 那是真的 真的和尚的生活 就是讓兒童下令營 然後我要去背一些心經 所以我背得出來 知道我這一段往事的人都會說我是花和尚 其實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媽 其實我從小算是聽我媽的話的人 所以 一方面這樣很壓抑 所以我會有一些 對我生活上的反應 就是反彈 就是 他反而現在講的話 我都不會聽 然後我會告訴 我反而會告訴他 你告訴我是錯的 我的才是對的 因為我告訴你 我的人生比你成功 這樣 因為你以前限制我了 我現在都做到了 所以你是不對的這樣 所以我是 一方面 我是應該是說 到了中年 才開始青春期 然後這個是 我高雄講 就是其實我 應該是說 我出道的作品 就是 以前 我為什麼沒有放那個 Party廢人區那個系列 可是我 他講的時候 我想說 我應該放的 因為 其實應該是說 這樣的作品 我這張作品的出現 是因為有那個 前身的醞釀 那沒有放就沒放 那我們就講這個吧 然後這個就是我 我對於這個時代的一個 其實我那時候 一直很想要進入畫廊 因為我 我覺得說 奇怪 那時候就會去看一些藝博 然後我就覺得說 奇怪 那個畫廊的畫家裡面比較厲害啊 奇怪他可以 為什麼我不可以這樣 那年輕的時候會有這種 這種想法 想要成功嘛 然後過了 30的時候 就覺得算了啦 隨便啦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然後 所以我就開始 畫一些 我覺得 可能畫廊不會喜歡的作品 然後 可是我很忠實的呈現 的確這一個系列 比較不容易被買單的 就是 因為 軍人嘛 就是 軍人嘛 所以長家老師會跟我說 你畫軍人我怎麼買 我要幹嘛啦 你看很恐怖耶 然後又流 像剛才說 那個岩漿是雪嘛 真的就是長家 就是這樣跟我講 你怎麼說流雪啊 好可怕喔 就是這樣 他就覺得說 你放在家裡 要看起來愉快嘛 我看起來就是 非常不愉快嘛 然後我說 就是生活中 就是有這些不愉快 所以 當你在度假的時候 就 反而會更愉快嘛 所以你更應該 買我作品嘛 對吧 就是你生活就是要有這種反差 你會覺得愉快嘛 對不對 當你 失戀的時候 你要想想 單身的快樂 你單身的時候 你又開始懷念 兩個人的時候的快樂 所以 不管怎麼樣 都是要活在當下 就是兩性講座 然後這個 那時候我會畫很多的流星 流星 那是流星 可是我的流星 在我這一系列的作品裡面 就是有很多的流星 就是作品裡面都會出現流星 那為什麼是流星呢 因為 我在畫一個數位時代 我講的是一種 我們人跟人之間的情感的 情感的淡薄 對 所以當這樣無時無刻能聯絡的時候 他變成 好像很方便 可是他其實變成一種 我跟你在一起 約Line出來 吃飯 可是 我們吃飯的同時 也在跟另外一個人聊天 反而不會專注眼前的這個人 所以這個流星 其實對我來講 他可能在小時候 看到流星就是他許願嘛 對不對 那 在這時候 當他很接近地表的時候 他就是一種毀滅 那可是我沒有讓他毀滅 我是要告訴你 他在那邊 他是一個願望 還是一個毀滅 就交給你這樣 交給你決定 就是跟我剛才 我說我的個性 就是我不會提出一個答案 我覺得我 藝術家應該 或是知識分子 應該是提出懷疑 然後這個懷疑 答案是交給你自己 而不是交給我這樣子 所以這時候 我的作品有很多的流星啦 然後 這個時候是 我剛開始使用臉書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剛開始使用 我原本是拒絕使用臉書的 那 發現大家的資訊都是在上面分享 然後就開始使用 然後就發現一件事就是 當臉書的出現就是 路人甲的黃金時代 你每一個人PO一個PO文 就是可以當主角 可是那個主角就差不多是 Andy Warhol講的 每一個人都有15分鐘成名的時間 可是現在更短的 就是可能幾秒 每一個人都是主角的同時 就是每一個人都不是主角 所以我這時候 如果我只有畫一個人 就是他就是主角嘛 可是我當他大量重複的時候 他就是失焦的 這個主角是失焦的狀態 而且他那個主角是被抽開的 就每一個人是主角 也是每一個人都是配角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 回過頭看 就是四年前到現在 這個狀態還是一樣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主角 也每一個人都不是主角 那我們都好像積極營營去追求一個方向 那個方向我不知道是什麼 可是我們還是會奮力往前嗎 這樣聽起來好像有點消極喔 這個在回應我當初 當初Party費人區就是 我覺得我們那個世代 就在很努力很積極去做一件無聊的事 而可以獲得很巨大的快樂 那時候的確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現在好像也是這樣 有嗎 去消耗的時候 去消耗這種快樂 得到巨大快樂 我覺得現在的小孩子比我們那個時候還更壓抑 更保守 那就跟我一樣 我也蠻壓抑啦 蠻壓抑的 看不出來 可是你還是會有一個 外顯 會有一個出口 然後而且 我那時候在教書 我後來也有在想 為什麼會有蔡世宏這樣的人 應該說 為什麼學院其實不太容易培養 有很明顯的有個性的人 其實 我不知道 我後來發現 在藝術大學教書的經驗 比較像是一種等待天才的經驗 就是即使你再努力去告訴學生很多 就是你不太可能去 徹底的去改變 他對創作的一種看法 可是我相信很多 就是藝術有很多種 有的是真的是天才式的 就比較個性 也許沒有到天才那麼偉大 就是有個性式的 他就是原料往牆壁一丟都對 但是有一些其實是經驗性積累的 就是他是透過努力 然後慢慢去鍛鍊出一個 也真的是很厲害的東西 可是就是 你的狀態我覺得就是一個很 不容易說清楚 就是你究竟是那種後天努力 然後去靠著經驗的厚實 去創造出一個成果的 還是然後是比較你來順手 像你剛剛其實一直在講 還是其實其中也確實有一個部分是 你沒有辦法掌握 你也說不清楚 但是他就 就是原本就在那 不是你要這樣做 而是他就在那邊 有 有 其實一定也有 對 那 這個 我突然想到我在 我在北藝 上另外一堂也是 理論課的時候 好像也有這樣 那個教授也講過類似的話 他說 其實他覺得上在職班 在職班很多都是老師 也很多是為了去混學 因為我們 最近在探討公教的年金改革 我這樣講好嗎 一定要改革 其實很多老師都去混學歷的 當然 這是無可厚非 我們學校 我不是說北一大 北一大很認真的 好